一提到张默,人们往往联想到新二代叛逆孩子,他不喜欢新二代话题,甚至因此和媒体发声过口角,在发布会现场也经常少言寡语,但已经三十而立的张默近年来逐渐成熟,后急勃发,从大萤幕到正在热播的十点三十三天演技逐渐得到认可,慢慢摆脱了父亲的光环。 近日在接受某媒体访问,再次被问到父子话题,张默已经不是早年那个年轻气盛的小子,面对媒体任何问题都能从容面对,对于父亲张国立在演艺圈的资历与人脉身为儿子的张默已经受益匪浅,起码接戏是没任何问题,但张默却表示称,如果我爸这么不要脸,见谁都是,必须用我儿子,不然我就不跟你合作的话,那我肯定比现在的房组民要火。 但是呢,我爸他不会这么干,尽管有些自嘲的开玩笑,但凭着自己努力,一点一笔积攒出来的经验有人气,确实让大家看到了不断成长与进步的张默。